Hello,大家好,我是短腿 今天赤峰美食第五弹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既然是中秋节的话 那就介绍是和大家一起吃 热热闹闹的涮羊肉吧 这家涮羊肉是我每次回来都必吃的店 而这道王者归来是每次都必点的 现切羊腿、羊脖、羊背、羊腹、太羊卷肉 肋排卷肉、高钙肉、高羊卷 组成的超超超超超满足的大肉拼盘 是我在成都最日思夜想的美味 最爱铜锅炭火 除了铜的导热性好、升温快 炭火的加入也让这锅子多了些烟火气 但你要真让我说和一般电磁炉的区别 可能更多的是无感的享受 以及打进骨子里的记忆 锅底自然是选清汤的 正可谓清水一盏葱姜二三 越是简单的锅底 这肉的品质越是重要 用的是苏尼特羊 无山味 又滑嫩细腻多汁 可谓是内蒙最好的羊肉 这家店的调料选择超多 也有成都朋友熟悉的川料 如果不知道怎么调配的话 可以参考墙上的配比 当然了 和自己的口味最重要 我还是选了芝麻酱、腐乳和酒花 因为我吃的淡些 所以基本上腐乳和酒花都放的不多 如果是正常口味的话 就选店家调配好的更为方便 吃肉不能少的糖酸瓣 但随着隆重的音乐 大圣来了 记得好像是一盘里是二斤半的肉 又点了些蔬菜、酸菜、毛肚、冻豆腐和鲜豆腐 喜欢鲜加酸菜进去 北方的酸菜和南方的酸菜虽然都酸爽 但在我心里是迥然不同的 北方酸菜酸味更重 虽然发酵的时间长 但吃起来却格外的清爽 尤其适合搭配带有油脂的肉类 汤底融入了这独特风味的酸 和羊肉中的油脂的缠绵融合 第一口羊肉无需蘸料 细细地咀嚼 似有似无的酸味神奇地激发了羊肉的鲜甜 肉汁风盈 哪怕是吞咽过后 留下的除了肉香还有别样的清爽 不同的部位都有不同的口感味道 涮煮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但都在一个锅子里涮 倒也不是那么好分辨了 不过这一筷子一筷子地夹起来 蘸上调料 大口吃肉 又大口吃肉 因为好的肉 好的氛围 好的朋友 哪怕火候过了些 却全然不会影响 这怎么都好吃的美味 还点了鲜羊肚 如果你来了内蒙 我们就试试羊肚吧 比牛肚更厚实 不需要涮很久 不然口感会越来越硬 稍稍地蘸上调料 满满地吃上一大口 这怕是一碗最肉感的面条了吧 吃点酸菜清净口 让我们愉快地开始下一轮 一大盘的牛脊髓 每次吃都有一种大大的满足感 毕竟啃骨头的时候 只有那么一点点还吃不过瘾 但这一盘完全就是 整桌菜里最放肆的存在 这个不怕煮 做我感觉越是多多的炖煮 脊髓的味道越香浓 这时的汤汁更加的香醇浓厚 再加上酸菜的清爽 酒精涮煮的冻豆腐 也是吸饱了汤汁 像是煮食一般的 完美地收尾了这一餐 这次回来不知怎的 颇有些感慨 吃着记忆深处的美食 见着日益发展的城市 伙伴间成熟了些许 但又真挚的对话 一切的一切在我的梦境中 出现了多次 当真正出现的时候 却也是有些恍惚了 还是味道最能深入人心吧 做不了大的贡献 能做的就是用我的视角 分享当地的美食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新的 不同的美食观感 愿看得开心 这里是短腿 感谢您的观看 最近会做一系列 关于吃风的美食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投个币 加个关注 以及尝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